吉安乡有一名男子日前路过一间檳榔滩 看见店内没有人 竟然失智闯入 打开抽地偷钱 男子要离开的时候 还刚好遇到外出买午餐回来的店员 当下谎称是要买烟 两人还交谈了一下 店员直到收摊的时候 才发现少了三千元 调阅监视器的画面才发现 原来刚才的阿伯就是窃贼 一名男子偷偷摸摸的走进冰榔滩店内 只见四下无人竟然大胆伸手行窃 得手后转身要离开 却刚好遇到买午餐回来的店员 有遇到他然后就跟他说 阿伯在干嘛 然后他有吓到 然后他就说 没有我只是想要跟你买一道业 那我等一下再给你钱 我说不行你要先给我钱 我才可以给你点 然后他就急急忙忙的做掉了 后来我回来想说 他只是单纯去拿烟 对 然后就没有去留意钱的问题 然后可是就是对感觉有少钱 然后可是要等结账才知道 结账之后真的少钱 冰榔滩店员过街买个午餐 短短不到五分钟 九倍偷钱 原来遭殃的店家不只意间 证明阿伯已经是地方上的头痛人物 早上时间他都会骑脚踏车 到处晃 到处晃 然后他看到你没有在这边的时候 他就进去了 因为我那时候都不知道 已经一次也像抽两百五 一次也像 差不多四五百 二名昭彰的流星男子是当地贯窃 警方一看到监视器 就立马认出他的身份 57岁的流星男子 这次偷了3000元 过程全被录了下来 槟榔滩业者报案后 警方立即锁定目标 短短不到半天的时间 警方就把人逮捕到案 并一切到罪 寒送法办 记者徐立芹 警方报导